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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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心在地 温暖的小会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佳慧 歡迎收看我们都是一家人 虽然年輕人 經過多久 年輕人也變多 这些老师堂的照顧問題 仰依宰的普遍 等下2.0開動後 政府和民間都很重視這方面的問題 今天這部就帶大家 來到安道基金會的 博慧部店 要做回來 關心這些老师堂 為了關懷的四零四2.8 疑慧 空九年 天主教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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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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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山地区 破族 棟酒 補地 企地 有登校交通車 服空 巴士 服務 提供行動不便的頂部 和身心中的朋友交通接送 在日照的部分 也博助交通接送頂部 翁慧日照以及個案出來 讓頂部在社区實際的環境之下 安心接受照顧 首先來到六槽候補古店 正是接送的交通車 將每一位頂部載到位 讓某個小工也真有耐心 慢慢地參加到頂部 漏車建設出來 都參加關懷自己處理的人一樣 頂部行動比較寬慢 需要有相對的動力心和愛心 讓頂部感受到尊重 這是每一位頂部 基本的老年生活 一開始我們在民國98年成立之後 我們就陸續 因為當時的莫拉克風災 所以開始就積極地投入到 屬於山區跟偏鄉的災貨的重建工作 特別當時我們上到阿里山 也到大浦的山區 那當時也看到很多的一些 弱勢長輩的一個需求 真的這些在偏鄉地區的長輩們 真的是非常的骨骨無一 尤其是說有些子女已經不在了 或者說子女因為那個地方工作不方便 而下山去服務 所以只剩下一些老的長輩在那裡 那這個過程因為這個原因我們看到了 所以後來陸陸續續我們知道說 整個無障礙護康巴士的一個需求 而無障礙護康巴士的需求 當時社會主導我們說 我們現在很多的在嘉義縣 有很多那些做乳飲的長輩 或者身體精神非常體肉的長輩 他們需要一些就義的協助 可是這一塊因為我們很少人來做 所以也來跟基金會來講 是不是懇求說基金會能夠來做 富康巴士跟長輩照護交通的接受 於是我們就投入了這個領域 所以從民國99年開始 除了剛剛講的在莫拉夫峰站 再後重建的工作外 也積極的投入在富康巴士這個業務 那一開始我們就有好幾台的交通車 投入在海線這個地方 於是我們就跟陸草相公所來合作 那陸草相公所就提供了 陸草文康中心這個地方 那一開始我們在102年整個整修之後 在102年開始提供陸草 日間照顧的一個服務 那到目前為止我想 日照的一個開設 真的是對地方的長輩 真的是非常的棒 因為他們進來之後 幾乎有很大的一個改變 那目前陸草日照這邊 幾乎也已經滿了 因為我們整個的空間說真的 因為也不大 還不是那麼的大 所以說目前大概有服務到最高到28位 那目前長輩大概進進出出 大概也有26位的這樣的一個服務個案量 那每天最辛苦的是 我們每天都要拍三台交通車 到我們陸草 東石 樸子等地方 去接送他們 那每天大概來回要有三堂 那才能夠將26個長輩 目前大概24個需要搭通交通車 接受一個服務 所以才能夠滿足這個部分的一個需求 每天接送長輩到貨物股店 關心他們的身體狀況 感覺你們 下天也特別為他們穿上衣 設計確定也用心 要讓阿公阿嬤外擋緊貨 越來越健康 你老年人通常 腳腿比較沒力 運動量都不夠 確定安排 就要跟長輩如何當地安全 又可以得到運動的效果 能歡迎身體基隆的鐵化 我們知道其實陸草鄉是老人人口 最多的鄉鎮 所以我們基金會有這樣子的認知 才把我們的日照 挪到陸草來設立 我們從103年初開始有第一個個案 直到105年 我們都是失能的長輩 就是可能行動不便 跌倒風險的長輩為多數 但是我們從106年開始 我們就發現 失智的長輩其實越來越多 依我們中心來說好了 我們其實發現 家裡的長輩其實失智症 都是到他們開始出現游走 或者是整個冰箱多到滿出來的狀態 小孩子發現不對勁 所以再去醫院評估 然後才會知道 喔 長輩失智了 學部9點原本是卻對失智的長輩 但是發現失智的長輩增加了 也開始學部失智長輩的照顧 其實昨天都很清楚每一位長輩的狀況 最初久了 自然就會了解他們的個性 和精速的氣候原因 也能跟每一位長輩照過了真好 你帶到大家做運動 聽到悲哀的感情 每次來都很開心 身體也越來越健康 這學長輩都很記得來上課 1點半 8點 長輩來的時候我們就是 幫他們量血壓 然後再來做運動 血糖的部分我們也會測血糖 對於生命測量這件事情 其實是一天做兩次的 9點半做完運動之後 我們就開始有單元性的課程 每一天的課程都不一樣 然後我們也會上午是靜態 下午是動態 或者是上午是動態的時候 下午是靜態 然後在這過程中 如果長輩他們 對這個活動還沒有興趣 我們也會依長輩他們的興趣 去提供長輩他喜歡做的事情 讓長輩去做 我覺得其實從一開始他們抗拒 到現在他們期待我們每一天 都提供服務的時候 我就覺得 喔 這應該就是我們的成就感 可以在香港的公園上 無數的戶口 需要有夠的熱心和舒敏感 也要有無比的耐心 你只有跟單位 當做自己處理的人看胎 才可以做得到 中心比心 加了大心的服務 讓單位跟家修 各個都感謝萬分 你每次跟一部多久的照顧員 感受特別親切 也特別來跟我們分享他的循環 特別應該是獅子證的長輩 因為他們其實就是 我們最常遇到就是 像我們裡面有一位長輩 他就是生氣 他會突然 你明明就沒有講錯話 或是做錯什麼事情 可是他就會突然生氣 但是只要我們就是安撫他 然後把他帶來那個現場 然後就跟他說 阿嬤你的衣服很漂亮 你的頭髮有夠漂亮 然後他就會馬上就是開懷大笑 然後你看著你也會覺得 失失的個案就是 這個情緒過了之後 他們很快就可以復原了 就會覺得他們比較有趣吧 也其實比較好照顧這樣 對啊 在這邊啦 因為很多年輕人都外出 所以其實在這裡的話 也看到就是 都是比較年長一點 30幾歲 或者是像我們那位阿姨 他已經60幾歲了 然後在這邊服務長輩 可是我覺得 年輕人出去外面 然後求學之後 在都市學到的東西 應該要回來運用在自己 就是土生土長的地方 然後也來運用來這邊 服務這些長輩 因為畢竟都是在地的 也會比較那種 人情味吧 我覺得比較想像 對啊 然後那種什麼口氣啊 或者是一些語言 都會比較通 我覺得在這邊服務的話 就是比較開心 比在都市的話啦 對我會比較喜歡在地的感覺 因為長輩都比較親切這樣 青年回向後部 也是政府基盤的證明 看到青年 可以投入關懷的頂部 看在大家的願望 都感到形象 而且在柯定的設計上 也從完了外列 參加頂部到我勉強 出味性十九 心情也對著開看起來 竟就有一次一次鼓勵和加油 增加頂部的主信心 我自己覺得非常感心的就是 我們為了長輩 因為有子女 他本身需要配合去上下班 例如說我們外面都是八點上班 五點才下班 而我的同仁們他們非常願意就是說 為了他們我們改變了 我們同仁調整到七點或七點半上班 那甚至於有同仁就變成晚下班到六點 那這些東西我們在運作的過程 我們就是提到教會一個愛的精神 我們並沒有說因為這樣調整而 額外在跟長輩收費 沒有 我認為那是應該 如果他是我的一家人 我們就會用這樣的方式去幫助他們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持續了好多年 所以在家屬部分他們非常謝謝我們 因為長輩他的進入 然後讓我們的 讓他們能夠不會因為要去上班 而來擔憂說 長輩我這麼早要送到哪裡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 教會一直談的一個服務的精神跟理念 在教會員的心態 讓母親信貴工作的心態 也因為有這種素敏感 才可以把教會給母理念和精神 真正路實 你在長輩的感情 大家都是純粽一樣 這麼清澈 竟然跟長輩的信心 每次要來九點 總是特別在歡喜和期待 早上都會做的紙鈔 再來沒有補完劑 我們補完劑我們補 那像那個 我們豬幾個 用碰些都豬滑豬 這時有好處 有開槓什麼就沒有 就像我八道就沒有 上學 我們學校 我回家 我學校回家 我學校回家 我們要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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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這邊 大家講話 比較好過一山 比較好看齁 對 比較好看齁 正常在家裡 只有一個點就睡 沒有 沒了 心情不好 我們身體這樣 那我們等比較不會看 要想點心得更開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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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身體才會佳 對 講這樣才會佳 對 這樣說 顧身體也好 對 心情快樂就吃飽了 感恩啊 快樂 對啦 謝謝啦 心情開心身體自然就會健康起來 只要來到為了中部鄉東人川的田豬燈 開辦社區照顧關鍵酒店 每個星期三 星期五 提供服務 我們來到這裡 剛好遇到一個月慶幸會 正在為當月受施慶幸 大家鼓勵做會 歡喜的設計能夠 可以接受大家的祝福 慶祝生日的歡喜分享給大家 在下天也跟我們說到當初成立時的心情 其實我們來這邊一開始 其實還蠻辛苦的 因為就像我們要去拜訪所有的長輩 因為這邊原本就是沒有關懷距離 對 所以我們這當開始的時候 就是一個一個這樣訪問 看他們不要過來這邊讓我們照顧 口吻相傳 說我們這裡有活動喔 來去看看 果然量那個血壓開始 你就看他的血壓看看 會不會OK 有沒有正常 如果不正常的話 是不是該吃藥 還是去看診之類的 那他們就很開心的去 我覺得一開始我自己去邀的時候 他們說這小屁還是誰 後來他們就覺得說 人家看起來不錯 沒有少年人看起來很立正的 很清晰的 那我們就讓長輩慢慢的自己去邀 會比較快一點 然後排氣一揪一揪 就像我們今天看到這些人這樣子 我希望他們是把這裡讓自己的家 我們是就是秉持著說 哪有需要 我們就往哪裡去 所以我也希望說 我們把他們這份心 把他們扣過來 讓他們感覺就是家的感覺 一開始他們還是很排斥 因為天主教堂 所以跟他們原本傳統的那個 就會有一些排隊衝突 對 慢慢來的時候就會 所以一早來的時候就開始掃地 因為這整個環境 因為自己的家庭一定要自己去做 去拚掃 所以他們就很開心的去打掃 其實我希望說 這個點可以變成說一個觀光景點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說 那邊有一個 西大亞風景的那個服務中心 那如果能夠這樣子連結的話 可以讓同仁整個活絡起來 在傳統的平衡 要以天主堂的朋友 來照接鄉親參加華東 真正是不簡單 不過9點的華東 順遇是以照顧關懷的點杯為主 久也也讓點杯可以接受 甚至加他來到這裡 點杯看到自己的專頁 像是這位 帶到大家華東的蔡蓮阿嬤 每次來就要帶大家來華東經過 我們都帶這些老人 因為在家裡變老人主代情 你如果不出來 我們都叫他走出來 出來這裡 大家只有一個火 我們都沒有分離我 在這裡就跟我們一個火 一樣 沒有分離我 大家互相照顧 互相照顧這些老人 所以說我都帶運動 這裡如果開始有來的地方 就是開始運動 我裡面的廚房做好 我都出來 煮飯 還有煮菜 煮好 我都出來這裡傳運動 時間夠 我可以進去煮菜 所以說人就是 我來就是要當 所以說我都沒有分離我 我們這裡都要當作一個火 這樣就對了 現在就這樣 像同學 開始的時候 我就來 去煮菜 大家有興趣 這裡大人大姐 大人小弟 大家就都 大家來這裡 都真的很好 這樣 夏港的爸爸媽媽 也都做回家接 學部的行列 大家向上幫忙 這就像一個大家庭 他來到這裡的阿公阿嬤 也發揮他各自的專頁 他煮活動的 煮飯煮菜 變什麼環境的 這些都是他們人生 累積下來的經驗 炒菜的價值 一看就知道 是老西湖 煮得特別的好吃 大家的菜飯 都非常豐盛 食香味既然 看起來就很好吃 心情也對著開心起來 一讓大家在做會 吃飯的感覺 對店外來說 是最開心的 飯菜也覺得特別的香 你按照基金會 也提供心心中介 以及老人期間和母 由社工方式 安排氣候員到案家 提供直接照顧 合部 社工也會進行關懷方式 電話門案合部 到社區裡面關懷頂部的生活狀況 一般 讓他們做出口袋 也感受到基金會的用心和關懷 接著我們來到飯路鄉 社區關懷的酒店 飯路的酒店 涉在菜工店田豬棚 當地也是老年人口記者 駐路都擱出做工作 酒店裡面 結合各方支援設計的客廳 對店外健康的提心 有很大的幫助 也好生活 變得健康福島園 今天能夠 真正家庭的好海 也好駐路 可以放心去做工作 沒有效果自由 我們在地的長輩 其實他們都是年紀很大 那因為人口外移的關係 子女即使有在 白天也幾乎都是要出去工作 所以很多長輩都是在家 那我們進來的時候 就是有先去拜訪 當地的社會課的課長 了解長輩他們的需求 我們的活動內容有健康促進 還有一個電話問安跟關懷訪式 那最重要的就是 還有一個老人共餐 因為我們知道長輩 他們就是常常會 兩餐做一餐吃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當時就是 先幫他們到這邊來用餐 然後作為休息 然後是進行下午的活動 這個可能跟很多據點不太一樣 他們都說這邊吃得比家裡還好 那我們也考量有的長輩 其實回家 可能會沒有晚餐可以吃 所以他們中午就會打包一些 就回家稍微熱一下 他就可以當個晚餐 老實斷對吃的部分 真的比較不重 了解了這點之後 一邊改過了先多上吃的問題 照顧到點半的健康 你外面上看到的是 他們正在進行不利治療的聊天 一個聊天每一次都要進行兩點前 大家都很精進地做 動作確實不馬虎 結合彈力球跟彈力帶的運用 改善身體狀況有免憲的效果 經過實驗正式非常有好的運動 再加上專業的訓練專家制度 這也是非常難得有個用心的確定 我們在這裡面最高年齡的是93歲 那最年輕的也都快70 所以長輩我們就發現他們在體能的 率退其實是蠻明顯的 尤其是我們長輩就是在走路的步伐都比較小 那下肢的能力也都比較退化 所以在今年就剛好長照2.0 我們申請了政府的一個延緩失能實施的一個計畫 那剛好也是就是申請了嘉義縣物理資料工會 他們辦理的一個他們針對山區的長輩做了一個挺人計畫 那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快完成了第一期 那我就發現我們長輩很明顯的 本來那個彎腰駝背的長輩現在走路都挺了 然後坐姿還有他的動作體能都是增強的不少 原本是一天要進行兩小時 每一個人都哀哀叫說老師這怎麼那麼辛苦 但是進行了第三個月之後我發現他們沒有再抱怨了 而且他們會很認真的去完成所有的事情 由老師傳了到大家的作體靈訓練 雖然大家開始很辛苦 但是慢慢的身體狀況變好了 後果出來之後大家也開始發現 運動是很重要的 自然就會很開心的機體在運動 你除了當時下一次 老師也會現場挑問大家的歡迎 努力激動很出味 也能控制也沒辦法 被問到的專輩大家都很緊張 但是回答完之後都尋找我信心 來這裡做健康槍 我聽老師說有些做做助士 對身體健康的方法 很好,大家來可以交一些朋友 做健康槍對身體比較好 這樣比腳、手、什麼都繼續有力 還要暗時睡到會去 很重要、很認真 用時間做得很強 我現在都沒有在做工作 不爽愛 變成無聊 一隻在那裡 好像看補助到那時候 沒有爬電 這樣一隻並無聊 所以說 我一定會跟阿公 這時候想說 這樣來這裡 讓我心情更緊張 我很好 對我 對我可以 做得很嚴重 很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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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 大家老婆 做的 當然很開心 我 在國小 我像 十三黨 我是像四位 四位醫生 我都會走 還要走 還要露靈 還要停車五日沾 四位站上 還要坐 還要再跳 還要放在那裡 有樣子都會沾到 我都會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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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這樣就變成了 那個阿嬤就是為了 她是用走路要走去公車坐 她剛好有一個 她對我們是真的很熱情 因為她不是只有照顧自己 因為她跟她一起來的 還有一個阿嬤 大概大她七歲 然後她來阿嬤的身體比她還不好 她除了把自己照顧好 像在用餐 她都還會拿阿嬤的碗 阿嬤弄一弄拿給她 所以我在說這個團體裡面 我們看到了長輩他們互助的狀況 其實這也是我們 一個蠻大的期待 那她那也讓我印象蠻深刻的 年老了雖然自己行動不方便 但是要可以幫助別人 真的是讓我們很感動 另外讓我們很感動的是 有一位年紀 美國比較近的領域 自己雖然已經到了可以補名年紀 所以一位自己也有 能夠站在一起 所以在一起做幾天 也是非常不簡單 我是可以補 天生買去不會是人家說 你可以補 我說 不要如果我要這個人力和服務 我總要補主公 這裡阿公阿嬤 大家箱子都很好 很容易吃 如果在做手工藝 然後倒噴一些東西 老師在加蔥我們就倒三天 這樣我們比較快過人 對啊 奉獻創自己的心力 你不求活佈 社會上處處有穩情 真的是真感謝他們 在安道基金會持續的關懷 對領域的照顧 也是需要經濟的用心 一路會不會看領域 未來也幾個經濟的業務 在在進行當中 希望幫助安心 更安靜的業務 未來的一個希望 我們當然除了講的 要去活化每個我們的堂區 現在目前我們還有幾個 在籌畫中的 比如說現在目前我們在 東石日照 也已經修上完成 現在再申請變更使用執照 如果通過之後 我們在年底會再開始來開辦 東石日照這樣一個服務 第二個就是我們要在大理的 天土堂的一個安納家園 那安納家園它算是一個 我們仿照日本社會福祉原則的概念 未來會有所謂的有據點 日間照顧 跟所謂的住宿的這個區塊 那本身會提供有97床的住宿 30床的日間照顧 當長輩他在我們原生的社區 生活到他沒有辦法的時候 他已經沒有辦法自己在自律生活 那包環天我們就會希望 他能夠銜接到我們的安納家園 能夠來接受這樣一個 住宿式的一個服務 天主教家園教區我們的安道基金會來講 我們的理念非常簡單 就是一 在聖經所在 為最小的弟兄所服務 就是為我來做 這個做是只為耶穌來做 所以我們一直秉持著 哪裡有需要就往哪裡去的一個精神 所以積極的在我們嘉義縣的一些偏向地方 或者是有需要的地方 我就進入去做服務 在服務最殷切的地方 我們去陪伴這些弱勢的朋友們 讓他們看見希望 並且到天主的服務理念 讓領域能夠在到更完整的照顧 在這些庫谷店當中 我們看到領域發育的個健康 這是行為主流都很六件 我們要記得 未來安納家園 讓領域完成 讓領域照顧體制更完成 讓領域照顧體制更完成 拜拜 中間的時間 而且等待在外面 我們在有什麼行為 花甩外貿蜜 家網上 底部 我們在家網上 這是在櫃子 現在完全沒有 任何美國 這個整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